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新唐人全球连线节目 我是主持人雨婷 去年2月 中共的间谍气球被发现漂浮在美国上空 瞬间引爆了全球焦点 美国开始抓紧应对中共谍战 今年全球掀起了抓共谍浪潮 英国和德国在习近平访问欧洲前夕 同时爆出了共谍案 与此同时 法国也爆出了在两个月内 中共官员公开参与了两起跨国绑架案 在菲律宾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上 市长被踢爆 疑似是中共间谍 而逃到澳洲的中共前特工 更是爆出了中共跨国镇压的恶劣手段 中共的谍战渗透 跨国镇压 在全球拉开了无所不在的战场 今天 我们将连线位于亚太棚内的主持人东旭 驻美国华府的记者盛言 加拿大记者李威 线上还有两位嘉宾 资深时政评论员恒和 以及英国著名人权家Ben Rogers 同时 中共跨国镇压事件的亲历者将和我们一起 为您还原真相 起底中共本色 聚焦国际局势走向 首先 让我们跟随本台驻白宫记者陶明 一起走进知名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的故事 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 本名王立明 早年 他的时政讽刺漫画曾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 却被中共警察多次传唤问话 2014年 他被迫流亡日本 但中共并没有因此收手 2016年 一张精心包装的网暗暗地向他展开 这是中共公安部政治安全保卫局的特工艾里克 受到的上级秘密命令 埃里克从2008年开始为这个神秘部门工作 在全球行动监视及绑架批评共产党的异议人士 大概是2016年的年底 他主动了在那个推特上私信我 然后说喜欢我的漫画 他以一个亲近民运的这么一个身份来接近我 然后我好像有看他的推特 感觉到他确实是这样的人 类似像有点反感共产党的这么一个人 埃里克自称小杨 是柬埔寨中资企业太子房地产集团的规划主管 该集团宣称 在31个国家拥有超过15亿美元的资产和投资 集团主席在古巴和伦敦都有庞大的产业 在柬埔寨也势力庞大 是现任和前任总理的高级顾问 省司告诉埃里克 太子公司可以配合他们的需要来打造诱饵 这个诱饵就是请王立民为太子公司做卡通设计 他们想为这个太子集团弄一个卡通形象的一个好玩的东西 一个具象的东西 然后从他的预付订金到后来完稿之后 付的尾款都很痛快 他还利用到一些人性的弱点 故意说 说这个项目因为钱蛮多的嘛 如果你愿意做的话 就是我可以就是优先来发给你做 然后但是你会都要给我点回扣什么的 这个我后来才知道 这是他领导每一步都得跟他商量 要他这么做 他们的目的就是说 在不引起我的怀疑的情况下 一步步引诱我入供 太子集团的确采用了王立民的设计 不久后 埃里克邀请王立民去柬埔寨总部 面试太子集团的高官职务 王立民当时不知道的是 一旦他去了 将被强行押送回中国 幸运的是 出于对东南亚国家安全性的担忧 王立民当时拒绝了 随后 埃里克与他的上级不断讨论和修改优补方案后 将面试地点改为台湾的太子集团分公司 他们太子集团就专门为我搞了一个全球招聘 还有网页呢 他们有好多后备计划 就说万一我不能去柬埔寨面试 那能不能安排在新加坡和台湾面试 在那里抓我 如果我当时决定去台湾的话 他们有把握在台湾把我绑架去公海 然后再交给中国政府的这个秘密警察 不过去台湾面试的方案 也因王立民太太的强烈反对而失败了 有媒体调查起地 太子集团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并且涉嫌犯罪 与太子集团有关的园区被指存在着酷刑和强迫劳动 太子集团也被指存在洗钱行为 王立民一直被蒙在鼓里 直到爱里克攀逃到澳大利亚 对媒体披露了他诱捕海外华人的细节 并出示了几百份秘密文件的证据 其目标就包括王立民 事故近迁 爱里克近日和王立民重新取得联系 爱里克透露当初又不计划停止 也跟中共特务自己退缩有关 这个计划实际到后来 他们的负责人也害怕 所以我如果被绑架的话 变成第一例 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例 从台湾把一个人绑架回去 他们也受不了这个政治压力 这个风险 台湾警方确认 目前还没有被中共从台湾 直接绑架到中国的先例 然而台湾会永远安全吗 其他国家又是如何呢 最近发生在法国的两起案件 让不少人震惊 中共竟在其他主权国家 如此的肆意横行 5月8日 法国巴黎警方接到报案 北族女性古利巴哈 在巴黎的家中 面临被绑架的威胁 警方赶到后 发现约10名黑衣男子 中共特务行动小组车辆停在路边 警方发现一人持有公务护照 显示世界与中共驻法国大使馆有关 古利巴哈曾被关押在新疆 在教育营 中共曾威胁他说 如果敢讲出这里的事 无论你在哪里 我们都有很长的手 总能把你抓回来 无独有偶 近日 法国媒体播出专题报道 直击中共驻法大使馆 中法协会成员 中共地下警察 中共公安 以及中共侨民组织密切合作 企图在巴黎绑架 异议人士回国 广东异议人士林华站 被当局从德国押送到中共驻法大使馆 拘禁在巴黎北郊某个地下室 去年让我成为中共见点 就是要收买我 他当时在PayPal上转了10万欧元 后面我就感觉 这笔钱收得不安心 就去了德国联邦警察局团自首 并且提供了一些特务名单 还有就是我也觉得中共是不可信的 他们随时肯定把你抛弃 我就觉得他们是中共是收盟谎言的政权 由于不妥协 他又被送到巴黎第九区的两家中餐馆 在那里他遭到暴力对待 而其中一个地点被法国情报单位列为中共秘密警察服务站 3月22日中共使馆人员等人携取林华站来到巴黎戴高乐机场 准备将他绑架回国 林华站最终在警方的介入下成功逃脱 九个人包括中共大使馆官员叫刘辉 是林管束的一个奥秘 还有带一个中国警察 还有董浩这个爱情团的 他们也是一个中共海外检局 中共驻法大使馆随后发声明辩解 宣称林华站是法轮功学员 他对参与法轮功活动表示认错 自愿回国自首 但林华站向大纪元表示 这是中共大使馆强迫他写的 文字已写好强迫他照抄 而他跟法轮功没有任何接触 中共不断地拿我家人威胁我 来恐吓我 要跟他们一起合作 我向法国警察报警了 现在积极调查 我呼吁法国政府希望用依法抓捕这些中共间谍 中共海外警察 该驱逐的就要驱逐出去 中共野蛮残酷的疫情管控政策 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觉醒 而中共跨国镇压的黑手 也伸向了海外的中国留学生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 今年5月的一份报告 揭开了中共对留学生的打压手段 特别是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威胁 逼迫留学生自我审查 一名在海外发起白纸运动的留学生 就遭遇了类似经历 来看他的故事 现在离这个晚上8点 还有大概8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你考虑一下吧 共产党下台 在中共的极端清零风控下 一场白纸革命席捐海内外 2022年冬季 在中共驻日本使馆的威胁下 日本的华人 还是自发来到东京新宿街头 举行了超过千人的盛大集会 当时是很多 包括国内人海外的人 比较关心这些事情 像是在11月30号之前 这个大使馆的人 他们看到我在网络上 说我要组织这个活动 他们就给我打电话 2022年4月 来到日本留学的卢家锡 是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而从白纸运动爆发至今 中共使馆人员 海外110警局 以及当地亲共团体 对他的骚扰和威胁并未停止 大使馆的 福州协会的 还有一个华人组织 在日本的目前是三个 公布我的个人信息 然后在网络上写一些 攻击我的内容 还翻过我的信箱 我的身份证号 我的联系方式 我的住址 我的姓名 我的照片都写出来了 卢家锡的生活 深受中共旗害 中国的银行账户也被冻结 而最亲近的家人和朋友 也在国内受到中共警察的威胁 刚才你父亲跟你说这事了吧 但卢家锡表示 绝不会因此向中共妥协 因为他曾亲自前往徐州 调查铁链女事件 但最后遭当局绑架 抽血的经历 让他更为深刻地了解中共之恶 陆陆续有人告诉我 这个事态多严重多严重之类的 说是那个公安部指挥抓的我 有个涉及好几个省 这个只要是跨省的 都是必须公安部 统一协调的才行 放出来之后呢 但是呢 就是有那个警察 在我小家小区门口 还有楼洞下面 盯着着便衣警察 然后呢 我不能随便出去 还骚扰我的朋友 就以这种方式 上来不得绑架我吧 如今 来到日本的卢家锡 也希望日本政府 能够彻查在当地的中共特务 以及被收买的日本政客 同时 推动制定反间谍法 守护日本安全的同时 也让更多在日本的华人 能够自由发声 共产党下台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许婷 乐飞 东京采访报道 不要和同要自由 回到今天的主题 下面我们来联系 各地的记者和主持人 首先是最近爆出中共 跨国镇压事件的焦点地区之一 台湾 有请台湾主持人东旭 东旭你好 你好 东旭 根据中共前特工的爆料 我们看到 中共的跨国镇压 企图实施绑架的黑手 甚至已经是升到了台湾 东旭 根据你的观察 在你看来中共对台湾的渗透 体现在几个层面呢 我想这个答案是让人挺担心的 中共渗透恐怕体现在方方面面 因为随着两岸的开放交流 乃至全球化 从台商 观光 媒体 企业 资金 黑道 学界 公庙信仰 观光客 大陆籍配偶 大陆学生 甚至到台湾的警察 军队 政府 退役人士等等 可能都有不少的被渗透风险 特别是像政党 国会 因为中共渗透各国 是不分政党颜色的 而中共党组织的本质 就是附体在政府跟社会激离 它渗透美国也是采取一种 全政府跟全社会的协调战略 等等在做 香港被渗透的情况 又激起台湾的危机感 2014年台湾太阳化学运 之后中共就锁定统战 所谓三中一清 2017年又针对所谓的一带一线 再有所谓的认知战 网路错假讯息的干扰 抖音 小红书等等 影响是相当的大 还有长期的红色媒体 渗透全球的问题 大家都非常关注 在台湾也相当严重 那么最近的共谍案 军方的文件被外泄 还有一名工股航空公司的前员工 涉嫌交付了总统班机的出访行程 跟敏感的这种凤翔专案 在停机坪等等的资料 这都是显示出相当多的漏洞 就是深入 另外的话在跨境镇压问题 其实早已发生在台湾 例如过去有一个爱国同心会等等 他们收取了对岸的资金 在台湾干扰向法轮功学员讲述真相 也骚扰民主人士的活动 那还有有黑道背景的特定亲共政党 也是持续被政府关注他们的动态 那么针对中共的跨国镇压 以及对台湾的渗透 台湾各界的反应又如何呢 那是不是给现在新任的政府 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呢 我们看到最近刚提到的例子 就是中共前特工披露 他以企业名义策划要把一个海外的漫画家 又骗到台湾 而且他们有把握能够把他绑架到公海 再绑回中国 这个消息令人震惊 因为他暗示中共有可利用的渗透网络 加上偷渡 走私 黑道等问题 恐怕是不少漏洞 因此这个消息呢 真的是让人挺担心它的发生可能性 2019年底通过了范围比较小的反渗透法 但有些观察担忧啊 中共可能企图利用分化立法院的三党格局 让反渗透法或国安武法呢 去做一些修改 增加就是可能被放宽等等的 不过呢 台湾的政府陆委会的民调显示 有八成一是支持政府持续强化法制来防范渗透 有55%呢 是认为应该要强化反渗透法的规范 那此外呢 那行政院长竹龙泰上任后就提出一个 武打其安的政策重点啊 就是黑 金 枪 毒 炸 治安 食安 公安 网络自通安全等等 那我认为这某程度呢 是在强化一些体制从基层等等的安全网 去防堵因应中共的渗透 好的 感谢东旭在台湾为我们带来的最新情况 那我们也知道中共在亚洲地区的渗透更加的明目张胆 而在西方呢 中共的渗透更多的是暗度陈仓 在华人众多的加拿大 当地的政府也开始重视中共的威胁 下面我们有请在加拿大的记者李威 李威你好 雨婷你好 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加拿大的情况吗 好的 简单总结一下 据各大媒体曝光 中共在加拿大的渗透是无孔不入 在多伦多和温哥华等地 中共是设立了七处的海外警战 来收集华裔社区的个人信息 骚扰和控制华人 在中共干扰国家安全和民主体制的情况下 加拿大在2023年开始就设立了外国干预调查委员会 初步的报告就确认了 中共对加拿大的威胁是最持久最复杂的 其干预的范围包括了政府 教育 学术和科技领域 其中多位的国会议员 比如迈克冲 杰尼·冠 艾伦奥特尔 已经成为了中共攻击的目标 受攻击的还包括香港人 维吾尔族人和法轮功等人权团体 报告还指出 加拿大在过去两次大选中 是受到了外国的干涉 今年5月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就推出了 《反外国干预法》C70法案 目标是在增强透明度和问责制来应对外国的干预 还将外国干涉列为了犯罪行为 5月 加拿大政府下令解散两家有华人掌控的科技公司 其中BlueVac科技公司被控制盗取了机密技术 并且提供给了中国公司 威胁加拿大国家安全 另一消息是 加拿大安全局提醒政府和民众 来关注TikTok渗透产生的危害 情报局在年度报告中指出 中共要求中国公民来协助情报部门 管制数据并且利用大数据来保护中共的利益 这显然威胁了加拿大人的生活 5月17日 情报局局长大卫·维尼奥首次表态 他不建议使用TikTok 他说中共意图是获取全球个人资讯 随着青少年的成长 他们的资讯可能未来也会被中共利用 好的 谢谢雨婷 好的 谢谢在加拿大的记者李威 那么我们也看到在美中对抗之际 美国针对中共的渗透以及跨国镇压 也在采取更为严厉的防范和反制措施 下面我们有请驻华府的白宫记者盛言 盛言能和我们讲一下美国的情况吗 好的 雨婷 那我们从三方面来讲 分别是中共渗透 中共跨国镇压 以及美国的反制 首先 中共对美国发动了全方位的渗透 在学术领域已经爆出多起中共千人计划 盗窃知识产权的案例 同时还爆出利用孔子学院输出意识形态 并设立亲共学生会控制海外留学生等 在科技领域 根据美国的起诉书显示 中共利用黑客窃取机密 另外也通过利用社交平台例如TikTok 试图洗脑美国年轻人等 在农业方面 爆出中共间谍购买美国农田 威胁美国食品安全 同时刺探美国军事情报 另外 中共还秘密设立海外110警察站 海外志愿领事 亲共侨团等等 而中共的跨国镇压事件也层出不穷 我们就讲两个事件好了 一个是今年六四天安门事件35周年期间 民运领袖盛雪刚抵达洛杉矶就受到了死亡威胁 警方对此案立案调查 并确保他顺利参与了一起推翻中共邪恶暴政墙座谈会 另一起事件是关于享誉国际的神韵艺术团 中共一直非常惧怕神韵 因为神韵致力于复兴中华传统文化 没有共产主义的文化 而今年中共对神韵的威胁也有所升级 手段更加的恶劣 包括破坏神韵巴士轮胎 发恐吓信 声称要炸弹威胁 枪击威胁 进行勒索 对此美国FBI已介入展开调查 说到这里 我们也不得不提到美国对中共的反制 针对中共威胁神韵艺术团的情况 美国已经逮捕了两名洛杉矶的侨领 并且不准对他们进行保释 另外 美国也在清剿中共非法的秘密警局 包括纽约的两个秘密警察局逮捕中共特工 网络方面要求TikTok与中国的母公司剥离 与此同时 各州也在相继推出立法 避免有中共背景的人购买土地 而在学术方面 收紧中国留学生的签证 起诉参与千人计划的学者和专家 科技方面加强立法 限制中共获取高端芯片 国会方面 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赦委员会 新任主席穆罗纳尔表示 它在五大关键领域立足中共 第一点是保护台湾和美国盟友 并且阻止中共主宰全球经济的关键部分 对抗中共在美国的恶意影响 以及抵制中共宣传 而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 在提高对中共的警惕下 各国盟友也在不同程度上的跟进 雨婷 这就是我们目前观察到的情况 好的 谢谢声言在美国华府的报道 下面我们来联系两位专家 首先是位于美国纽约的资深 时政评论员恒和先生 恒和先生 你怎么看中共在海外的跨国镇压 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位中共前特工他爆出 曾经是隶属中共公安部一局政治保卫局 他称之为是中共最黑暗的部门 那么中共对外不应该是国安部吗 为什么公安部也在参与海外的跨国镇压呢 为什么说它是最黑暗的一个组织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机构 它除了镇压异己 镇压这个宗教信仰之外 它没有别的功能 它不像公安部的其他的各个组织 各个部它都有各个局 它都有自己的功能 像有这个交通警察 有森林警察 有这个户籍警察 它都有一个服务功能 唯独这个局没有服务功能 就只有镇压这个功能 所以它很接近于德国 纳粹德国时期的政治警察 就这种类型的 那么所以说这是一个最黑暗的 就是因为它只有这个功能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它延伸到海外去了 因为国家安全部是管海外的 公安部是管国内的 现在公安部已经蔓延到海外这么严重的程度了 它好像是一个重庆市 重庆市的直辖市公安局下面的一个国保处 直辖市应该是一个处级单位 国保处直接指挥它的 而它本人呢 其实是并不是被recruit到招考进去的 它实际上是本来是一个半议人士 就是有点不同观点的 然后就威胁它要抓它 然后它就为他们干事 所以它是属于 我觉得是属于那种合同工作 不是属于编制特工 但它描述的相当准确的 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郑保局在多大程度上是对外的 那这一点呢其实也已经得到证实了 也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情 因为有三个阶段 让这个公安部涉及到海外的镇压 第一个呢就是早在2000年初的时候 2002年到2003年的时候 就为了迫害法轮功 他们专门特批让公安部可以有六个省市的 后来是九个省市的公安厅可以自己派特工 到海外来监控法轮功学员 这就让他们就破了力的 让他们可以到海外来 这是最早的时候2000年早期的时候 然后呢就是这个红通令 就是猎狐行动 猎狐行动呢 那公安部就有大批的派人来 那么猎狐行动当中有两种 一种是经济犯罪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政治镇压 那么政治镇压这部分呢 就是有一局来执行的 所以我们在美国也看到了抓了很多 抓了很多那种就是来骚扰 要想把人家抓回去的那种情况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海外警察局 海外警战其实也是公安部系统的 也派到海外来了 所以它有三波往海外派 这就是说中共把它把海外的其他的国家 当做它自己的领土 当做它的主权 它的执法范围 所以这是侵犯了很多国家的主权 好的 谢谢恒何老师 所以我们看到啊 中共从迫害法轮功开始 一步步的升级 扩大了迫害的群体 那我们也看到西班牙非政府组织 保护卫士曾发布报告 曝光了中共公安部门 在海外的53个国家 设立了至少102个海外警务服务中心 中共通过这些幽灵警局 骚扰 恐吓 拘禁 脅迫大陆的异议人士回国 下面让我们有请英国著名人权运动家 Ben Rogers Mr Rogers, thanks for joining us Please share with us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nfiltration in the UK Well I think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nfiltration in the UK has been going on for some time and it's much more extensive, deep and pervasive than people really realize It's take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forms so we've had for example at least two incidents that have been made public of infiltration in the UK Parliament we had the case of Christine Lee who our intelligence services are very unusually publicly identified as someone who was infiltrating Parliament and then we've had more recently the alleged case of espionage and then of course we've had infiltration very widespread in our universities through funding, through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nd then a variety of other ways infiltration is very widespread in the City of London the financial sector and then even in a very small way I myself have received numerous threatening letters at my home address stamped and postmarked from Hong Kong and even my mother has received anonymous letters from Hong Kong telling her to tell me to stop doing what I'm doing so I would say there's infiltration there's intimidation there's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there's espionage and all of these things together are very concerning Also we know that the CCP spies not only infringe upon the sovereignty of other countries but also abducted the country Chinese nationals are bored to return for trial such as setting up secret overseas police stations so why can't the CCP spies act with such impunity? I think the problem is for too long our governments have first of all prioritized the 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e economic ties and they have not wanted to acknowledge information or news may make that relationship more tense or more awkward I think also CCP is a lot more sophisticated they've tended to behave in a more under the radar way which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to identify so for example these alleged secret police stations have apparently according to the reports I've seen been operating out of Chinese restaurants or Chinese shops but I think gradually the authorities are becoming much more aware now than they used to be and I think that the tide is starting to change it seems like that from this year the global forces have been on the CCP spy threat do you think that the western society really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CCP threat also like what more can be done to counter the CCP's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I think the understanding of both the spy threat and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is increasing very significantly now the head of both MI5 and MI6 have made several speeches about China being the most serious threat to our security of course there's still more to do in terms of countering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I mean firstly we should be trying to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provide whatever security may be needed for the targets of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there should be a hotline for people at risk to be able to call I think the police should be given more training in firstly what is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nd the last thing I think we should do is be much more robust and quick in our response when there are incidents Thank you Mr Rogers great to have you My pleasure Thank you 如今我們看到 面對中共的跨國鎮壓 各國是相繼的 採取應對措施 而這場政協較量 仍在進行之中 我們也會繼續 跟進事態發展 感謝我們各地的記者 主持人 以及事件親歷者 和兩位專家 也感謝您 收看本期的全球連線 再會